巴特勒北京时间11月17日,76人在一场疯狂拉锯战当中,借助最后时刻三巨头的关键攻防表现,成功显身绝世避免吞下连板。 更为关键的是,76人借助本场复仇绝世的胜利,他们延续本赛季主场不败战绩,在主场已经好取八圣灵副战绩,成为至今唯一保持全胜的魔鬼主场。 巴特勒的强势混乱,轰下28贝奇入宫,万加恩彼得与希蒙斯,哪怕进攻准心欠佳,但三人逐渡磨合产生化石反应,如此三巨头球队,无疑如王冲击东部新亡。 但76人在本赛季遭遇战绩起伏,并未能够打出与他们天赋相匹配的战绩水准,成为76人追求巴特勒完成打交易的关键。 只是在交易达成后的首战,76人却以输球收场,而送走巴特勒的森林郎反而收获两连胜,也是让舆论送来朝整的言论。 不过NBA的漫长赛季注定是乱持久战,一两场比赛的得适根本不重要,76人辞意面对上赛季,曾经双杀他们的西部青年青卫军全是对垒,无疑赢得一场漂亮且极具参考价值的胜利。 决胜时刻向所有人证明,他们同样拥有能够主宰胜负的三巨头组合,无疑会是他们在季后大卷土重来的最大资本, 毕竟上赛季季后赛首轮被残忍利俊给暴揍淘汰,给予他们的教训无疑即为致命。 正如本场与拳势而战到最后还剩1分27秒之时,双方再度打成107比107平回到同一期跑线。 掌控球权的决士,由米切尔单打巴特勒不忠,巴特勒用出色的防守,限制了绝续投牌的进攻,并在之后成功连线西蒙斯完成反击。 而西蒙斯面对上赛季,却逐最佳新秀将的直接竞争者,强杀内线打进关键一球,并且获得犯规,为右加法补众颇为遗憾。 紧接着在因格尔兹抢头3分不中后,又是巴特勒在还剩19.4秒时在中一球,他的连续攻防表现,帮助76人强度4分零先优势让控先机,只是巴特勒的价值体现依然在延续,他之后还用贴身防守造成哥贝尔的掩护犯规,无疑如此关键一防,当76人基本已经拿下比赛。 伴随恩比德之后被战术败归两罚权中锁定胜局,76人用最后还胜不到一分半周的连续攻防统治表现,已经证明他们与普通强队权势之间的差距就在于此,也是他们最终能够惊险赢球的关键体现。 巴特勒的到来固权会挤压恩比德与新芒斯的一定进攻权限,但由于新芒斯是一位以组织串联为组的球员,因而76人并不会出现太多球权不够的问题。 更何况,巴特勒的到来不仅到来稳定的进攻得分火力点,更是特意防守极具威胁的防守核心,甚至还能扮演又一位组织核心的角色。 一如他本场哄下28分系助攻的强势爆发表现,在赴亿恩比德莫杰爆发哄下23加7,还有西蒙斯10加8加8的准三双数据,76人并不需要三巨头全部爆发,但只要三人携同核,做就拥有营球的资本。 在赢下如此复仇之战后,76人本赛季的主场依然保持不败精神,他们铸就巴胜林副,唯一全胜的本赛季魔鬼主场。 当然,相较于在主场连续高歌猛进的态势,76人在课场仅有两声欺负的课场虫软肋,无疑也是巴特勒加盟后需要帅队解决的顽疾,否则他们依然很难争执在进攻后再有作为。